逼你让我的妹妹去当舞女 你说什么 小叔叔 什么事啊 这么神神秘秘的 你可快点说啊 我车啊 马上就要开了 不是 小叔叔 你干吗打我呀 别打了 救命啊 打人啊 小叔叔 别打了 小叔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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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是疯了 你 你为什么要打我 为什么 你自己干什么缺的事 你不知道吗 我干什么了 我 认得我 小叔叔 你是 来 告诉我 你是不是活该被奏 不 不是 小叔叔 我 我不是诡异的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欠的欠太多了 我这辈子我都还不清 是他们逼着我 啊 逼你 让我的妹妹去当舞女 朕月 你说什么 我打你 不仅仅是因为你 骗了妹妹 还因为你让她受的那些苦 为了帮你还债 你知道她这两年是怎么过的吗 那么年轻一个女 她哪儿来那么多钱 你不想一想 不是 那钱不是卖了祖寨兑来的吗 我告诉你 她是给人当外宅 生了个私生子换来 小 孝师叔 你说的是 真 真 真 废话 那孩子现在我水路待着 成凤才花了十万大洋 给他买回来 不可能 你为什么要骗她 你的良心呢 你 我没有骗她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骗她 小时候的事情 我真的都不记得了 我师父曾经告诉过我 说我是一个 读书人家的孩子 我是家里的大哥 曾爱玉来找哥哥的时候 他说的那些事 跟我的身世都能对得上 我就在想 这是老天爷 对我的一种恩赐 他让我有了个妹妹 他抱着我哭 说他心得好我 我心里一下子却有了着落 我 我灵丹丘 我灵丹丘有亲人了 我有个亲妹妹 她还记得我 她分山越岭 千辛万苦的 就是为了找到我这个哥哥 我这样子 我好子 我来帮你